莫斯科和北京将把俄罗斯的边境城市变成物流枢纽 届时两国边境地区的货运量将成倍增长 而在俄远东将出现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就业岗位 俄专家们预计这一建设项目的利润将是投入的6倍 目前俄中关系正积极发展 两国合资企业越来越多 贸易额创下新纪录 现有基础设施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 两国合作伙伴正寻找解决途径 在近日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上 中国轩辕集团工业发展公司提出在俄远东阿姆尔地区 靠近中国黑龙江省的边境建设能源物流中心的计划 一个大型燃料储存终端将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物流枢纽还将包括去年开通的俄中跨江铁路大桥 中俄同将夏列宁斯阔耶结合铁路桥 运输能力估计为每年2500万吨 中俄物流枢纽工程建设将从俄两个居民点开始 后贝加尔斯克和夏列宁斯阔耶 俄罗斯Master's Plan建筑和城市规划局局长 尤里亚·祖巴里克表示 两个居民点都是重要的运输点 未来后贝加尔斯克的年运输货物能力将从2000万吨增至4000万吨 他说这将需要80亿卢布投资 而未来收益将是投入的6倍之多 中方对在贡献一带一路框架内发展这一地区十分感兴趣 新的物流终端将把两国年货物运输能力提高到2500万吨 相关投资额预计为20亿卢布 按计划完成后 每年收入将约为1.35亿卢布 另外俄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还计划实施其他项目 包括机场现代化升级 创建超前发展区等 俄当地基础设施的迅速发展将创造数千就业岗位 并刺激住房建设 不仅需要房子 还需要学校、商店和医院 俄专家们一致认为 建设物流枢纽和发展俄边境城市 将有效提高俄中两国的贸易潜力 随着后贝加尔斯克汽车检查站24小时开放 边境10公里长的排队现象消失了 去年俄中建成的后贝加尔斯克满洲里粮食终端 激励了俄远东、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联邦区的粮食生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